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這堂課要學的是 等差極速球殼 什麼叫等差極速呢 等差極速啊 就是把等差速列 這樣的速列 求出它的總和 叫做等差極速 等差極速 等差極速的總和要怎麼算呢 等差極速要怎麼求出總和呢 我們接下來會教各位同學 等差極速啊 在生活上有哪些應用 那其實我們會有一些 很有趣的題目 比方說時鐘的聲響 有些像會有鐘擺的時鐘啊 它到整點的時候 它會敲響那個鐘聲 而敲響幾聲呢 等於可以告訴你現在是幾點 比方說現在是 如果現在是下午三點 就算是下午三點 它就會當當當當 像三聲這樣 那可能 那可能更多一點 比方說是七點 早上七點比較好 就當當當當當當 當當 就敲七下 那 一天下來 一整天下來 這樣子時鐘 它會敲響幾個聲音 聲音會敲幾下這樣 就是一個 等差極速 求和的應用 你要算總和的應用 還有怎樣的問題呢 還有一種就是 老師會待會介紹 兩種存錢的方法 一個叫三六存錢 一個叫接一四存錢 都是之前 一陣子比較流行一種 他們叫做無透的存錢 方法 就是你用這樣的方法去存錢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那也是用 等一下呢 這兩種存錢方法 你可以幫你計算出 用等差極速的概念 計算出 我們一年 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不知不覺存價多少錢 答案會讓我們非常意外 還有 電影院包廠 我們電影院包廠 想要挖一個場 搞一個party 或是浪漫的 求婚之類的 大概要花多少錢 那你這邊算 電影院裡面的座位 電影院的座位 如果電影院的座位是 排數 比如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後面的座位 就是前面的座位 如果座位的數量 一排排座位的數量 是個等差速列的話 那我們 整間 就是要把所有的位置 加起來 會有幾個位置 那也是一個 等差極速 求總和的應用 那我們首先 先看 總和跟平均 有什麼觀點 總和跟平均有什麼觀點 總和跟平均有什麼觀點 同學一定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我們跟同學比較接近的概念 就是我們有時候提到平均分數 比方說小明 這一次考試的平均分數是90分 那國音速是這 總共有五個科目 那你可以知道他這一次總分是考幾分嗎 那對 答案就是同學想得 平均90分 可以看一顆是90分 那他有五顆嗎 所以90乘以5 就是450分 這是大概我們同學很熟悉一個 總算和平均分數的一個觀點 一個觀點 那我們就是 把這樣的一個觀點 再複習一下 比方說我們來算這個 1加2加3加4加5的總和 那1 2 3 4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 所以公差-5也是1 公差也是1 那我們就順便跟同學介紹 等差數列一些組號 比方說我們要算這五個數字的總和 那我們就寫s5 s5 s是什麼意思呢 s就是 總和summation的意思 summation 就是求總和 所以s5這個5 這個總和 是要等差數列前五個數字的總和 前五個數字的總和 前五個數字的總和 s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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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老師講話的過程當中 同學應該已經算好了 這個總和是多少 這個總和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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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看下一題 4680 12 14 他也是一個等差數列 構成的等差幾數 那 公差都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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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 如果要把這六個數加轉在一起 符號呢 就寫s6 前六個數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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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可以加轉一下 加轉一下 加轉一下 這個答案是多少呢 那 那同學加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小技巧 比方說 我們玩這個 減紅點的概念 各位數可以湊成10 我們就把它 放在一起 比方說這兩個合起來是10 這兩個合起來是20 這兩個數字 誒 這就是 10加20 就30 40 再加14 誒 54 就把總和給算出來 但是如果數字很大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難這樣湊對的 很難湊對 那我們還是要去找 平均跟總和的關係 好 那首先我們先去數 這兩個數頁 各有幾個數字在做相加 也就是說它各有幾項 各有幾項在做相加 這個個數就是有幾項的概念 有幾項 那這邊就是五個數字 所以我們說 這裡有五個數字 五項 那邊呢 有六個數字 所以我們說它的項數是六項 六項 六項 那平均 我們來算一下 這五個數字的平均是多少 那因為我們已經算出總和了 總和是15 那又有五個數字 所以我們15來除以5 15來除以5 算出來答案是3 比如說這五個數字的平均是3 可以把每一個數字看成是3的意思 可以把每一個數字看成是3的意思 平均每一個數字都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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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這邊那個數列的總和平均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那總和已經知道是54了 所以54來除以像素 也就是個數 這個數我們知道是9 平均是9 也就是123456 是6個數字 可以看成每一個數字都是9 那每一個數字是9 你有6個數字 所以總和就是9乘以6 不是4 所以同學應該可以理解 平均跟總和他們之間有什麼關聯 平均跟總和是有什麼關聯 大家可以想一下 沒錯 就是這邊顯現的 平均乘上個數 就是總和 再講一次 平均乘上項數 個數就是項數 有幾個數字在項加 這樣子算出來 這樣乘完的答案 其實就是總和 所以 那算總和很簡單 平均乘個數 但是 同學幫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剛剛的平均數 都是總和除個數得到的平均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 如果我要算出總和 你就平均乘上個數 可是平均呢 就是先算出總和 我才可以算出平均 那這樣子有點很過導致嗎 換句話說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別的方法 先找到 我要相加的 每一個數字的平均是多少 我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找到平均 找到平均數以後呢 乘上個數 就可以直接算出總和了嗎 就可以直接算出總和了嗎 我們不希望我們是什麼總和 算出平均 這樣很習慣 因為我們最後需要知道總和 最後最後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 這些數字加總 最後哪一個地方 所以平均應該是在 不知道總和的情況下 我要想辦法算出平均數 想辦法算出平均數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跑在等差數列有差距的特性 可以讓我們很快很快的算出平均數 所以同學注意 平均數列呢 我們把等差數列 我們把等差數列放在數線上 會是什麼樣子 同學知道嗎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發一條數線 然後把剛剛的第一個數列 也就是12345 12345 這幾個數字 秒點 秒在數線上 12345 各位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就是它那個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都是1 距離都是1 那等差數列 這個數列公差也是1 所以同學應該知道 因為我們公差的算法是 後向減前向 那2減1 剛好也是1跟2 這台數字的距離 3減2 是距離 這一段 這一格的距離 剛好也是我們的公差 所以等差數列等差數列 數字跟數字之間的差一樣 代表 數字跟數字之間的距離是一樣的 距離是一樣的 距離是一樣的 因為是等差數列 那個差又代表距離 距離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們先看這三個點 2跟4的終點是3 2跟4的終點是3 換句話說 2跟4的平均數就是3 2跟4的平均數就是3 因為這3 你可以算出它的終點做標 就是2加4除以2 2加4是6 除以2就是3 所以我們可以說 3是2跟4的終點 那2跟4的平均就是3 你可以把2跟4看成是3這個數字 待會兒算總和的時候 可以把2跟4看成是3這個數字 那一樣的道理啊 1跟5 1跟5的終點也是3 換句話說 1跟5的平均 1跟5的平均也是3 所以在算平均的時候 你可以把1跟5看成是3這個數字 看成是3這個數字 所以我要算這個5個數字的總和 變得很簡單 1、2、3、4就看成是3 那這5個數字呢 就是 總和呢 就是15 每一個數字都是3的話 一個數字總和就是15 總和就是15 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剛剛另外一個例子是 4、6、8、12、14 從4加到14 一樣我把這6個數字 把這6個數字畫在數線上 當然也是間隔距離一樣的點 距離一樣的點 對嘛 所以第一個數字是4 第二個數字就是4加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數那個有幾個間隔 第一個數字跟第六個數字 中間有幾個間隔 所以同學看清楚嘛 1、2、3、4、5個間隔 所以 每個間隔距離都是2 所以4加上2乘以後 就會算是14 就是我們等差數列 第六項的算法 幫各位同學複習一下 所以剛剛要強調一下 等差數列畫在數線上 這兩個數之間 他們距離是固定的 距離是固定的 因為那個距離就是共差 距離就是共差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中間這兩個點 8跟10的終點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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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9呢 是8跟10這兩個數的平均 9呢 是8跟10這兩個數的平均 好 再往外看 6跟12的終點也是9 所以9呢 也是6跟12的平均 6跟12的平均 那最後一兩個 4跟14 終點也是9 有沒有 看4跟9這邊距離5 9跟14這邊距離也是5 總點是9 換句話說 4跟14這兩個數的平均 也是9 也是9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 4跟14的平均數是9 6跟12的平均數也是9 8跟10的平均數也是9 所以我們把9配起來 4 6 8 10 12 14 這6個數的平均就是多少呢 可以把每一個數都看成是9 也就是平均是9的意思 所以在算總和的時候 我可以把4 6 8 10 12 14看成是9 那我有6個數字呢 4 6 8 10 10 這原本的6個數字 可以嗎 全部乘起來就有6 答案總和就是54 總和就是54 就是因為等差數列有這樣子的特性 什麼特性呢 認能數之間建構這樣 有這樣的特性 我們才可以很輕易的算出 每一個等差幾數的平均數 平均數 很好奇嗎 就是頭尾鄉下除2的 就是平均數 或者是第二個數是跟倒數第二個數是相加的 我們來看上面一張 或者是可能是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4跟14的平均 或者是第二個點跟倒數第二個點的平均 相加數也是平均 可以嗎 或者是第三個點 跟倒數第三個點 跟10吧 8跟10的平均 8跟10相加數也是整個等差數列的平均 所以我們要求平均就變得很簡單 等差數列 頭跟尾 或是對稱的兩組數 對稱一組數字 相加數二 就是整串數列的平均 整串數列的平均 所以我們用這個概念很快的求數平均 再乘上數列的個數 等差幾數 我們用兩個例子 說明剛剛那個概念 比如說 比方說我要算1加4加7加10加23 這是一個等差幾數嗎 都是相差3的 沒錯 那它的個數是多少 這邊是5個數字 就是相數 那平均 平均我們這樣很快算一下 第一個數是1 最後一個數是3 它的平均就是多少呢 97 所以我可以把這五個數字 都看成是7 所以我來算總和 來這五個數的總和叫S5 可以嗎 前五個數的總和 前面五個數的總和 S5 會等於多少呢 平均是7 個數是5 所以這一串答案 是35 各位同學可以練算一下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負3加負1加1加3加5加7 幾個數字 幾個數字 這裡幾個數字 有時候它有幾項 各數就是 這個等差幾數有幾項 有幾項 我們知道 六個數字 用手數出來 點出來 這六個數字 這六項 可以嗎 這六個數平均是多少呢 其實我們 如果要好算 可以挑最中間的兩個 最中間的兩個 你可以說 1加3除2 1加3除2 沒錯 算出來是2 可以嗎 但是你看 已經算是最中間的兩個 有時候其實我們 比較好看到的是 最前面的一個 還有 最後的這個數字 比較好算到 第一個加3 你會發現 相加數量也是 平均也是2 所以平均是2 平均是2 不管你怎麼算 這樣子算出來 平均也是2 這兩個數算出來 平均也是2 這兩個數算出來 平均也是2 那個2就代表 這六個數的平均數是2 所以總和是多少呢 這六個數的總和 平均就是2 然後個數呢 是六個數 所以這六個數的總和是12 同學我們很快 你可以算一下 因為沒有正負 我們這邊正負相加可以抵消 所以可以很快的練算 你看這個-1跟-1相加 你抵消了嗎 來-3跟-3相加 你抵消了嗎 所以我就圖法練剛剛的做加法 5加7真的是12 1加4 跟我們這種平均乘客數算出來 一定是一次的 一定是一次的 所以我也記得 我們要算等差數列 我們只要想著 平均乘上各數就好了 平均乘上各數就是總和了 那平均很好算 頭尾相加一半 就是它的平均數 頭跟尾平均 就是整個數列的平均數 那我們就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在講的 什麼叫階梯式純前髮 階梯 越來越高嘛 那它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禮拜 比方說一年開始的第一個禮拜 1月1號到1月7號 這樣一個禮拜 我們先存10塊 7天對7天 我們存了10塊 那第二週以後呢 每一週都比前一週多存10塊 多存10塊 那這樣子一年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一年幾週嗎 我們一年大概是52週左右 我們多一點少一點點 那52週以後 我們能夠存下多少錢呢 我們同學可以先想想看 這個算式要先怎麼寫 這個算式要怎麼寫 那第一週存10塊 第二週就存20塊 第三週就存30塊 哎呀我是已經答好了 所以第52週可能存下來會不會還20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總和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總和 是多少呢 是多少 所以我們來 開始來練習喔 我要算 前52個數字嘛 對不對 第一週第二週到第52週 52個數字的總和 可以嗎 那平均是多少 來平均 第一週 是10塊 第52週 然後 存的是520塊 兩塊就是平均 我可以看這個每一週其實存這麼多錢 每一週可以看你存這麼多錢 你有幾週啊 你有52週 我們這個2跟52 先約分 應該會比較好算 所以這邊是530來乘上26 乘以26 好 給同學算一下齁 如果同學這個時候有計算機 也可以拿來按一下 拿來按一下 好 那這邊碰面計算的結果呢 是13780 13780 也就是說你透過這種存錢的方式啊 你一年之後啊 你可以存到13780元 一萬多看你覺得多不多 多不多 欸還蠻多的 那你再想想看你這樣存錢方法 心不辛苦 最後一週存520 那你期限 其實你一天 那存最多錢哪一週 一天大概也是存 不到一百塊 不到一百塊 這四個可以考慮的方法 這個方法 比較不痛 比較不痛 那可能稍微痛一點點 那其實也可以痛個 叫3600存錢法 不明思議啊 365就是我們 一年365天 365天 你可以第一天存一塊 第二天存兩塊 第三天存三塊 每一天都比錢多存一元 那這樣子呢 經過了365天 第365天存下365元以後 我們講一年可以存下多少錢 大家可以先感覺一下 你可以猜個答案 會比剛剛的錢多還是少 一萬嗎 還是兩萬 還是三萬塊 我們來算一下 來算一下 所以這樣的算是應該要寫出 要寫出這個樣子 1加2加3加4加5 很簡單 這些人加到365 就是這樣可以 第一天一塊 第二天兩塊 第三天三塊 一塊兩塊 一塊加2塊 加3塊加4塊 像我們加加加 把365加進去 所以這樣的總值是多少 我看起來是這邊 好 這樣子我們要算是 365個數字的總值 前365個數字的總值 那平均是多少呢 1加上365除以2 就是平均吧 可以把每一天看成 都造成這麼多錢 其實還不少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算一下這套 那我們幾個數字 幾個數字啊 幾個數字啊 365個數字 可以嗎 所以我們來計算一下 前面這邊 366 分子366乘365 好 所以你現在20跟366 一個分 所以是183 36 同時看到這邊 180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老師的身高 老師不到180 不是老師的 180其實每天這樣存錢 相當於平均每天存183塊 有沒有 好像其實還蠻多的 那這樣子經過365天的話 大家按一下計算機 這個存款的答案是多少 存款的答案是 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五元 有沒有很驚嚇 哇塞 這樣子存一年 竟然是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五元 那為什麼大家覺得這個是一個 無透的存錢的方法 就是沒有感覺存錢的方法 沒有感覺 一年可以存到六萬多塊 為什麼無管 其實我們不需要 真的按照規律 就是第一天存一塊 第二天存兩塊 你可以先寫一個 數字的表 就是12345 12345 12345 12445 寫到360 所以你有360的數字 那我今天可能 回到家 我身上剩的錢比較多 那我就拿出個200塊 先存下去 存到公館裡面 你就可以把200那個數字 幹掉 化掉 那我今天可能身上 哇 身上錢都沒有了 那怎麼辦 好吧 我就真的 真的擠出一塊 然後就存了一塊錢 所以我第二天可以存一塊錢 把一塊錢花掉 可以嗎 那我有時候身上會有些零錢 比方說我身上有存34塊 那我也不需要等到第34天 才把那34塊存上去 我可以今天就存34塊 然後把34那個數字 化掉 所以它沒有痛的 它讓你沒有痛的感覺就是 我今天剩的錢比較多 我可以存比較多的錢 那我今天可能剩的錢很少 就真的存一點點 就把那個小錢 所以那個小錢是留著舊錢的 你不用真的說 我第一天就要存一塊 只存一塊 身上一千塊就只存一塊 不需要這樣 所以這是他們的感覺 他們的痛的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一年也可以存到這樣子 那你想想看 有些人叫做 三六兩倍存錢 那兩倍存錢 我第一天存2塊 第二天存4塊 第三天存6塊 每個數字都存回 所以你的總合就會怎樣 總合就是這個 直接乘一顆 所以你就會有6萬 因為這個乘一顆很不得了 超過13萬 是不是 超過 這樣一年可以存超過13萬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會存檢核 非常非常會存檢核 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不知不覺可以存檢核 那如果你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 你是需要有資金的 你也可以用這個 365倍存錢 就是看你個人的 看你個人 所以這個方法真的能做通 就可以參考 就是讓你的資金 你現在就可以加入出現 像你畢業 竟然會有資金 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365分錢 好 那還有一個電影包廠的問題 比方說 我們一間電影院 剛老實講 你想要做一個辣漫的求婚 不要錯求婚 想要約一個朋友 要來這邊 在電影院辦他 看電影 然後聊天辦他 那你需要把電影院的座位 都買下來 簡單 憑一個座位為200塊 那我這樣包廠 再花多少錢 就舉一個這樣的例子 一個例子 不過一間戲院 我跟你講 總共12排座位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那第一排座位 我這樣點 是20個 第一排最高 最高前面的20個 20個座位 那往後 它會越來越寬 跌一跌位 它會越來越寬 像機型這樣散開 那所以第二排 就會比第一排 多兩個座位 每一排 都比前一排 多兩個座位 那這樣子的 這一間戲院 總共會有 多少個座位 那我去寫算是 我寫算是 我寫算是要怎麼寫 來我要算 前面 12排的座位 前面12排座位 那第一排是20個 那第二排會有幾個座位 就是22個座位 第三排會有幾個座位 再多兩個 24個座位 那我沒有想到 把每個數字請問寫出來 重點是你要加到最後一排 那請問最後一排是幾個座位 哇 題目沒有說 那你就要自己找 自己找得出來嗎 自己找就是 我們要算 這個等差數列的 第12個數字是多少 第12個數字 那我們之前有學過 如果我從第一個數字開始數 第一個數字是20 那往後一排就加一個2 因為公差是20 多加一個N字邊的數字 再加一個N字邊的數字 再加一個N字邊的數字 那我要到第12排 第一排跟第12排 中間有11個間隔 11個間隔 每一個間隔 就是 差兩個座位 就是要多兩個座位 所以我們11個間隔 剛剛差錯了地方 抱歉喔 所以我 第一排20個座位 那我要加幾個2 我要加幾個2 就是第12排座位 加11個2 因為第一排跟第12排 有11個間隔 我們每個間隔都差2 每個間隔都差2 所以我們這樣就是20加22 總共會有42個座位 最後一條會有42個座位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算了 我們用平均乘個數 開始算了 所以這個電影院 平均每1排都是幾個座位 它就是頭1個數字 就是像這樣座位 對嗎 就是平均 這邊有幾個數字要多相加 12個數字要多相加 那我們這個2跟12可以先做個約分的話 那就是62去乘6 62乘6就可以先算了 老師剛剛太怪了 為什麼老師一分子分子 約要分分分分 因為那些約分變成各位數字 等一下乘6就比較好算 可以先算 所以你們的先算是 372 372個座位 將近400個座位 所以你可以稍微估計 估算一下 如果包一個這樣一個電影包場 一個座位200塊 將近400個座位 那你就是將近要8萬塊 包一個將近要8萬塊 所以真的是 很傷本 很花錢 所以你要花這樣的錢 你必須先測測自己的包 先測測看 這樣子大概要花多少錢 那以上就是 我們用等差急速求和的一個概念 做了一些練習 做了一些練習 我們再複習一下 因為等差速列 它特點特速 在速線上有它特速的排列方式 所以我要算它的總和 可以很輕易的算出平均數 輕易的算出平均數 平均數 幫忙程上課數 就是它的總和 那老師一開始也有講 那個時鐘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打問題做簡化 1點敲1聲 2點敲2聲 3點敲3聲聲 那這樣子半天 我們說從凌晨1點開始做到 凌晨1點到中午12點 這樣子我們的鐘聲 會敲響幾聲呢 那我們這樣的問題 就可以留給各位同學去做 去做思考 去做討論 去做練習 那我們今天的課呢 就上到這邊 拜拜